大家好,欢迎来到2月好的A加 那这一次我想要介绍的两个主题呢 跟我所在的城市有关 看背景可能不知道我在哪里 但是呢,其实我现在人在The Arctic 也就是北极圈,北极地带里面 那我所处的这个城市呢 叫做Tromso,是位在北极圈里面第三大的城市 那为什么我会一直讲到The Arctic 北极圈呢? 那是因为呢,这一次我们刚好有一篇Hot News 也讲到了一些发生在北极圈里面的纷争 它说到什么呢? Some places on earth are sinking because of climate change Others are being discovered because of melting ice Last year, the Russian Navy found five new islands in the Arctic 去年呢,俄国海军在北极圈里面发现了五座星的岛人 而这五座星的岛人是怎么来的呢? 是因为地球暖化熔冰的关系 那为什么这五座岛人会造成这么大的国际纷争呢? 可能就要请大家去看看 文章里面再说什么了 OK,好,那我们还有另外一课呢 是讲到What's in the sky? You know,things in the sky So many things fly 那一类的 那你在天空里面会看到什么呢? 除了鸟 还有 比如说Rain 以外 那当然呢 我这个身处的城市里面呢 会看到的就是Snow雪啦 那还有另外一个东西 就是大家来到Trumpso一定会追寻的 叫做The Northern Lights 那如果说我今天要形容The Northern Lights are in the skies 你不觉得这句话有点太平铺直说了吗? 那对于极光呢 我们会常常用另外一个字来形容 那就是Dancing The Northern Lights are dancing in the skies 极光在天空当中好像在跳舞一样 因为他们的光非常快速的在变化 在波动 这样子 好 那现在刚好天亮了 可以给大家看一下现在 北极圈 大概早上9点左右的样子 现在呢 是早上9点 然后就是我 从窗户望出去的样子 你看 都是雪 然后9点呢 其实还没有完全天亮 天亮大概是在10点多 然后下午呢 1点多 就天黑咯 以上呢 是22月号的推荐内容 希望大家阅读愉快 还有继续多黑咯